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不是仍然没办法放开梦黎是妖的事啊 我不知道 或许在真正见到梦黎之前 我都无法想见 也不知道有如何面对她 我十几年来再次修行 我的师弟 师妹 师侄 还有所有的长辈都在这里 若是琼华派和妖界兵刃相交 我绝不会坐看本派弟子死伤 何况 彼此之间早已结下血海深仇 我们此去妖界 恐怕一时凶多吉少 为什么一定要打 不能让妖界离开吗 我虽然不像紫英你 有很多师兄师弟 但也不想看你和灵莎 还有怀朔 玄机出什么事啊 别说过 只要不再用双剑网住妖界 妖界就会离开了 西河 望书双剑 此刻正在掌门和玄霄使出手中 要让他们罢手 谈何容易 不试试怎么知道 也许会有办法的 见了梦黎以后 我一定要问问她 如果有办法让妖界离开 是不是就不用杀来杀去了 我觉得天河的想法 也不是没有道理 进去妖界之后 我们见机行事吧 要是见了梦黎 能找到其他法子 化解这场争斗 就再好不过了 什么都别想 越想越怕 倒不如用一影之 一口气冲进去 发生什么事就再说了 对 偏了 妖界 看起来和人间果然差好多 那个发光的球是啥 你们 是怎么穿过结界的 蓝衣白衫 他们是穷华派的人 等等 我们不是 不管你们如何穿过结界 穷华派的就要受死 等等 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啊 小心 杀 杀了我们也没用 你们人 休想攻下唤明剑 死到临头 还乘口舌之力 慢着 紫英 他们说不定是梦黎的族人 怎么可以通下杀手呢 族人 禅忧大人说得没错 果然有人毫发无伤地穿过结界 你们 闯入我唤明界 便该做好有来无回的准备 这个人 好强的杀气 灵莎 你先退后 可是 为什么要打 我们不是敌人呢 拖延时间 莫非是在等其他援手 休想如愿 这个人 这个人 不好对付 顽抗下去 不过是垂死挣扎 龟邪将军 请住手 孟黎 孟黎 少主 您怎么来了 我听说有人穿过了结界 所以来看看 将军 他们是我的朋友 请不要伤害他们 孟黎 你 你没事吧 孟黎 云公子 我 好孟黎 你怎么能一声不吭就跑了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对不起 我当日也是情非得意 我不知道 要如何向你们解释 你 是属于此界的妖 嗯 不错 我乃是 幻名界组长的女儿 十九年前 在妖界和琼华派大战之时 我尚且年幼 差点死于琼华派弟子之手 幸好云叔救了我 把我送去人间 不知是否妖界临近的缘故 这段原本很模糊的记忆 在那天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大战在即 我不可能抛下自己的族人 所以一定要回来 以妖类而言 你修为不算精深 为何连二位长老 都无法觉察你的身份 幻名界入口的结界 并未被强行突破 你们究竟是如何进来的 少主 属下不敬 只不过即便是少主的朋友 毕竟是人 进入幻名界中并不妥当 我知道 所以我要让他们去幻名宫拜见我娘 如何行旨 用娘来定夺 若是娘怪罪下来 一切罪责由我承担 是 你们来此一事 我要先去禀报我娘 也就是幻名界之主 我们等一下 就在玄梦底层的幻名宫相见吧 可是 不必担心 没有妖会伤害你们的 若想进入玄梦 走进那个巨大光丘旁的法阵便是 那个 真的是梦黎吗 当然是 一眼就能认出来吧 我说的不是那种了 总觉得 她虽然看起来没有变 可是偏偏离我们好远啊 也对 她怎么了 对我们好冷淡 一切的事情 恐怕只有她能告诉我 不妨等下见面再说 是 梨儿 你说的朋友便是这几人 正是 这位便是我娘 也是幻名界的主人 哼 岂有此理 娘 梨儿 你愿意回到我族 我十分高兴 但想不到 你竟把人都带进了幻名宫 娘 他们 他们是我的朋友 不是敌人 不是敌人 莫非我看错了 那个穿蓝衣 背剑侠的 不是昆仑琼华派的人 她 她 她与其他人不一样的 梨儿 我确实很感激 当年救了你的那个人 她将你送给可靠之人抚养 更赠你宝物 帝女翡翠 以掩盖身上妖气 没有她 我们母女又何来日后重逢 但是 人终究是人 你要与人为伍 也要先想清楚 他们是不是真的接纳你 还是将你当作异类来看 不是的 我们真的是把梦黎 当作好朋友 才不在乎她的身份 哦 那你们倒是说来听听 区区三个人 便敢胆大包天闯入此地 到底是为了什么 莫非 仗着梦黎是幻名界少主 就以为能得到她的庇护 我们不知道梦黎是什么少主 来这里 也只不过因为她忽然离开 我们担心她遇到危险 现在看她没事 你就放心了 芸公子 你们如何穿过入口结界的 自从十九年前 被那些可赠之人攻到幻名宫前 我便立下决心 妖界若能不亡 我定要在入口布下强大结界 让擅闯之人不得好死 但你们几个竟能毫发无伤地穿过 我们去了鬼界 鬼界 取了一种叫易影之的东西 听说只要有了她 天底下大多数地方都能随便来去 那可真不简单 既然诸位为我女儿煞费苦心 只是担心她的安危 那眼见她平安无事 就请回吧 娘 如何 你舍不得吗 是舍不得她们全部 还是舍不得其中哪一个呢 娘 女儿想带她们去李幻民宫 让她们知晓当年之事 放肆 李幻民宫为妖界重地 连本族也很少入内 你 要带三个外人前去 娘 我求求你 芸公子的爹 就是当年救了我的芸叔啊 哦 他竟是内人的孩子 嗯 幻民昆仑之战 芸公子一定也是满腹疑惑 我只想 让他看看当年之事 是爹 以前的是 我族向来恩怨分明 好吧 李儿 看在他爹对我们母女有恩的份上 我便依你一次 但这几人若有不轨之心 我定不饶恕 谢谢娘 若想好要进李幻民宫了 便来告诉我 我送你们前去 大人 您的身体 怕是不宜再施斩法术 无妨 我自有分寸 是 孟林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是一个可以重现梦境的地方 我想 你们看过之后便会明白 幻民昆仑之战的那些渊源 与琼华派相关 紫英 我知道 你对妖的厌恶 十几年来根深蒂固的想法 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 去了李幻民宫 我会告诉你们一些当年往事 或许你会明白 人自然有人的想法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无奈 我们并不是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凶杂 一定要吃人伤人 但妖与人相争 人力多半微小不可及 只能任有宰割 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人力虽然微明 可是人的相争之心 却比任何东西都要可怕 相争之心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和孟林去理幻民宫吧 孟林一定有她的道理的 绝不会随随便便这样讲 对啊 要是妖真的不好 那我们一见孟林的娘 早就打起来了 可是她娘也没怎么样 她还谢谢我爹救了孟林呢 我明白了 孟林 请你把当年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我要弄清楚 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隐情 又有什么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过的 嗯 嗯 谢谢你 子爷 你愿意这么说 我已经很开心 很开心了 都准备好了 啊 梦影雾花 尽是虚空 因心想念动 方万物有生 随之虚实乃成 那些是什么 好漂亮啊 那是许多人的梦 梦 嗯 幻冥界乃是孟魔一族 我们能够往来于梦中 以吞吃人的梦境为实 这样讲的话 梦林你也是 不过 魔并不会伤害到人 也不会轻易窥视别人的梦境 若遭到吞吃的是噩梦 反而云人有益 但是 妖毕竟是妖 竟然要靠食人之梦而活 那也没差吧 人不也要吃猪吃熊 对不起 在妖界之中 你们一定感到很不自在吧 不但人会排出异己 妖也会排出异己 我娘 她很讨厌人 这没什么 是人先来过哪妖界的吧 你娘要是喜欢人 那才古怪呢 你们 嗯 亲眼看见你们出现在幻明界时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 为什么要冒这样大的危险闯进来 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没想到你是什么少主 其实也不用担心什么的 不是的 云公子 你 你们能来 梦离真的好开心 梦离真的好开心 你们为了能经唤冥界 四方奔走 甚至还去了鬼界 每个人都瘦了 脸上都是风尘仆仆的 梦离又好心痛 而且 娘很讨厌人 我不能与你们太过亲近 若是她心中不悦 我不知道 能不能保护你们 好 梦离 你别难过 其实就像你娘说的 只要看到你平安 我们就放心了 只不过 我们还想问问你 什么 现在穷华派和幻明界 还没有短兵相接 我和天和紫英 都不愿意见到双方 杀个你死我活 要是有办法 让幻明界脱离双剑的束缚 是不是就可以免去 这场大战呢 你说的没有错 但是 只怕是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 我族在十九年前的大战中 遭受巨传 现在只能勉强守住 幻明界入口 想要脱离双剑的束缚 谈何容易 穷华派 也绝不会就此罢首 没有得到他们 真正想要的东西 是不会罢首的 真正想要的东西 双剑枉赴此地 不是为了直接引起灵力 不错 可你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幻明界被附住之后 穷华派的确能够通过双剑 引取灵力 但那只是幻明界灵力的 一小部分 我族真正的力量来源 乃是此地遍布的紫荆石 你是说 穷华派的人 想想这些有灵力的石头 不错 我族虽石梦为生 但在千年以前 也只是灵力十分寻常的药 自从偶然发现了这处棋地 其间灵力充盈 尤其是这些紫荆石 令族人的削为突飞猛进 而族长 通过紫荆石的力量 才能令整个幻明界隐去 避过许多无畏的灾祸 如此说来 是双剑之力令此地现行 对 一切都是从穷华派 发现了幻明界开始 他们虽不知紫荆石的存在 却也明白这里 蕴含着强大的灵气 十九年前 幻明界的入口并无结界 穷华派攻入之后 终于发现了紫荆石的秘密 也夺去了不少 如今 他们又怎会罢首 看过这些梦境以后 当年之事 你们会更加清楚 来吧 我带你们进到几个梦里 把自己当成旁观者 心念放松即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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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吧 楦霄 天青 你们二人orous主要由我亲自绞成 且不可懒cere Couple 何況你們根古清奇 一看便知是修仙之才 只要勤奮努力 加以十日必有大成 是 師父 是 師父 入門之初 基本的心法最為重要 把我昨日教授你們的 煉至第三重禁食 再來琼華宮找我 是 诶 第三重禁 那要練到哪一天啊 累也累死了 我說師兄 你我入門兩天 吃睡都在一起 好歹也有過同床共枕之意 可你跟我說話的次數 連十根手指都數不滿 也太不夠意思了吧 師兄 你倒是說句話呀 如你這般性情浮躁 說不定幾天之後 便受不了練功之苦而放棄 與你說話也是多餘 誒 師兄 你去哪裡啊 練功 找個清靜之地 好詐 你想扔下師弟 自己一個人偷偷努力 不行 我也要加油 不然和師兄實力相差太遠 豈不要被師父念死 師兄也真是把人看扁了 居然說我受不了練功之苦 怎麼可能 我就努力練功 跟你玩玩 都練了兩個多月 還沒到師父說的第三重經 他老人家 是不是存心整我們啊 胡鬧 自己不夠努力 卻怪到師父頭上 是是是 你和素瑶師姐 玄鎮師兄 都是一板一眼的人 就我總犯錯 我看你待在思凡谷 確實很快活 思凡谷好啊 少了一堆殉職唠叨 不過就是沒飯吃 讓人有點受不了 兩位師兄 是素希師妹啊 有何貴干 這位是剛入門的素玉師妹 也已被掌門師博收入門下 但這幾日掌門師博令有要事忙碌 玄鎮師兄和素瑶師姐 又都不在門派中 所以 請兩位師兄都關照他一下 素玉 這便是我說過的玄霄師兄 與天青師兄 玄霄師兄 天青師兄 哇 你長這麼漂亮也來修仙 岂不可惜了 天青 秀得胡言亂語 容貌美醜 皆是皮下白骨 表象生素 又有什麼分別 唉 你年紀輕輕 便看這麼透 豈不是一點也不好玩了 天青 好 我不說了 還是師兄懂得蓮香心 我真的不說了 你別瞪我呀 素玉 這兩位師兄就是這樣的 不過他們人都很好 久了你便知道了 嗯 玄霄 素玉 我今日命你二人前來 乃是有一件光乎本派的大事要交脫 宗殿 宗殿 便由你來說吧 嗯 你們都已知道 昆仑珠峰之巅 有天光投下的地方 便是傳說中的通仙之徒 若能通過 則可白日飛升成間 只是那裡靈氣充沛 彼此激盪 絕非一人之力能夠靠近 無派修仙 雖日積月淚 勤奮不屑 可惜成效甚微 直至第二十代掌文 道印真人 這位絕世之才的先輩 悟出以人仰見 萬物分陰陽 而陰陽身萬物 若能修煉一對雌雄雙劍 以巨大靈力形成建築 直衝雲霄至昆仑山上 天光投下處 則門派中諸人 皆可拋却肉體凡胎 成為仙身 自那以後 吳派瓊三代之力 於我手中中成西河 望書兩劍 這 卻是絕世的神兵利器 如今雙劍還是死物 若能灌注生人靈氣 則力量之巨不可想像 玄修 肅 你二人已被選為西河劍 望書劍之肅體 從今往後便要仁劍同修 助我窮華派早日升仙 弟子 弟子擔此重任 是否定會秦家修行 不如使命 蘇玉 你似乎有話要說 弟子惶恐 若是望書劍 需要女子作為素體 如此重任 為何不交給蘇瑤世界呢 弟子修為淺薄 只怕承擔不來 先不說素瑶資質並不及你 但是這雙劍素體 須得是生辰之中 陰陽即盛之人 我於山下巡訪多年 才發現了你與玄修 原來如此 所以師父 才會來到素玉所居的小城 不錯 萬里挑一 自然要費一番心思 索性最後終於找到你們兩個 這一世上天連我瓊華呀 你二人此三年中 務必刻苦修行 三年之後便是一個 絕佳的機會 機會 弟子愚昧 請長老明示 若要做成建築 單憑你二人靈力 與附近山峰之靈氣 尚且遠遠不夠 其餘的便要從妖界取來 妖界 不錯 道印真人這位前輩 卻有驚天動地之才 他夜觀星象 發現有一妖界 如天鬼運一般 每隔十九年 便接近一次窮華派 只是此界刑迹隱去 本派須以雙箭之力 衝擊而上 令其現行 將其往復 在想方設法 取得其中零力 同時 亦可將妖物除去 岂不是兩全之策 往復妖界 請長老指教 這要如何行事 同樣要借助雙箭之力 詳細情形 請我過些時日 再與你們說 是 從今日起 你二人便每日去禁地修行 禁地之門 須由靈光藻域開啟 你們各吃一塊 且不可交由其他弟子 是 是 蘇玉 你果然在此 玄霄師兄 你剛才唱的那是什麼歌 師兄對音律也有興趣 我不懂音律 只不過 那歌中透著無盡暢然 令我略感好奇罷了 那首歌 自然是很哀傷的 遙遙臨風 綿綿常歸 憂憂我思 勇與願違 萬劫無期 何時來非 同門兩年 我卻不知 蘇玉你也善師次割附 蘇玉哪裏會 這不過是 原字書中的一個故事 倒讓師兄你見笑的 哦 是怎樣的故事 竟會如此傷情 道今有雲 西方魏羅國 須有一支鈴鳳 能化人形 王有長女 子曰配英 十分戀愛這支鳳凰 數年之後 王女忽而有泰 王覺得古怪 不久之後 懦兒斬下鳳頭 埋於長陵秋中 唱幾歌來 或許是歌聲太過悲氣 感動了天地 凌鳳竟然死而復生 帶著王女 一同飛入雲端 好在這個故事 總算善始善終 也不負這對有情人了 莫非在素玉的心中 也是思念著誰 哪裡 我不過是見這些鳳凰花 開得絢麗 便想到了那個關於鳳凰的傳說 平日若是練功累了 我就來這看看花 總覺得心中會平靜許多 只可惜 不能常來 為何不能常來 你不必過於顧忌 與我修煉雙劍之事 雖然眼下我的靜靜 暫時比你快上一些 但是你不可急功造勁 反悔欲速則不達 你若是喜歡 日後 我也可以陪你一同來賞花 真的嗎師兄 你願意和我一起來看鳳凰花 我還以為 師兄除去練功之外 唯一喜愛的 便是夜觀星空 天玄星河 繁星燦烂 自然令人望之 胸中開闊 不過此地風光秀麗 我也十分喜愛 我們便約好了 閒暇時若有興致 就來賜賞花 師兄 說好了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宣宣 蘇宣 为何将给你送饭的弟子打成重伤 他们看了便让人觉得碍眼 以后都不必再来 你 你这样让我如何向同门交代 本派禁地之中 养了一只会伤人的怪物吗 我是怪物 你说的没错 我如今人不人 鬼不鬼地被囚在这里 自然比不上你做了掌门 风光无限 宣孝 你早已被扬言弑心 神志不清了 可笑 换你被关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 你就会有多清醒 多说无意 三位长老请出来 你们 宣孝 你如今走火入魔 丧失清明 我只有与三位长老合力 将你封入玄兵之中 什么 你们敢 动手 诸位长老还等什么 莫非到此时还存有妇人之人 宣孝 你莫要做得太绝 宣孝 穷华派数百年继业 有如国有国法不可相为 今日虽宣孝 今日随愧对于你 却是不可不为 若有他法能够救你 我等断不会行这下下之策 长老 青阳长老 为何连你也 且 freIST 门 天鹅 横 杀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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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 不然你狂兴大发出去伤人 却要如何是好 你不该恨我 要恨就恨云天青和素玉 若不是他们出逃 你又怎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一派胡言 放我出去 几位长老 你们也都看到了 如今师弟成狂 若是放他出去 必定酿成大祸 诸位需得谨守禁地的秘密 绝不能存有不必要的侧眼之心 经历这场大战 我与崇光身心俱疲 早已有意延居后山 不再过问派中入室 掌门尽可放心 我二人也不会再来禁地 与妖界之争 伤亡惨重 门派中正值用人之计 长老何出此言 依我之见 此事再从长记忆不迟 师弟 你的灵光早遇 暂且由我保管 剑林之中 我也会布下扶灵 若是弟子们寻到 肃玉和望书剑的下落 我自会放你出来 肃瑶 我要杀了你 诸位长老 我们走 回来 你们放我出去 大哥 这 便是玄孝的梦 是他十九年来 反复回忆起的往事 天啊 穷华派和妖界的大战 引发了这么多惨事 要是这一回再打起来 我真不敢想象 其实 妖界已经很衰弱了 六位幻名护将 如今只剩两位 其余的早已战死 但我听大哥说妖界 说你娘很厉害 十九年前一战 连太经真人也打不过她 其实娘已经 灵莎 又是那种感觉 好像全身的力气 都被抽走了一样 好冷啊 还好吗 要不要我用香 没关系 总是这样 歇歇一下就没事了 很冷 灵莎 这样呢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天河 你怎么 这是什么法术 有种暖暖的感觉 和红破有点像 我 我一下子好多了 我也不知道 只要一想 身体自然就要有气息涌出 有时暖暖的 有时冷冷的 不过 只要你没事就好 天河 在布州山时 这两道阴阳之气 令你相当难受 现在还是如此 有时有点难受 有时又很舒服 不过我发现 只要全身放松就好了 这两道气息 都会随便乱跑 跑着跑着就不见了 玄霄的宁兵爵 真的很厉害 现在野人手上又有了神兵力气 看来快变成一代骑侠了 骑侠是啥 我只觉得现在去打猎的话 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喂 你别太过分了啊 拿着后翼设日宫去猎野猪 小心遭天谴啊 我确觉得 不单是宁兵爵一个原因 天河能拿取 常人无法触碰的制炎石 与三寒气 似乎 糟了 入口的结界被打破了 怎么会 你娘不是说 那个结界很厉害 娘 她十九年前 虽然打败了太清真人 但是为求显射 斗法时 强行催动妖力 元气大伤 之后 一直都很虚弱 如今 也只是在强撑罢 万民剑 又被双剑网住 灵力 也正在不断流逝 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结界被破 恐怕只是早晚的事情 唯有殊死一战 难道 琼花派已经攻了进来 但愿不是 我们快些出去看看 好 你 柴佑大人 你快走 去李幻民宫 无妨 他再如何神通 让灵体之相出现在幻民宫 也已是极限 不能再伤及你我分合 你 便是妖界之主 禅忧不必理会登堂入室 屠露我族的无耻之人 望动气息便是寻死 以你自身为平的结界遭破 灵力反噬 你必已身受巨创 我 妖界之主 我曾渴望与你一战 当年在我看来遥不可追的太清 都被你轻取性命 妖界之主是何等的强大风光 如今一战 却令人失望 你不过是个废人罢了 原来当年是两败俱伤之局 你这个妖界之主装甲逞强 倒是有模有样 把穷华派上下全部蒙骗 万灵圣衰乃是常灵 无恒强无恒弱 你今日体内烈阳 与冰寒之气纵横交织 相距甚远都可感到凶煞之情 人非人怪非怪 在我看来 一日必遭天前 我此一生已无回头之路 竟被一个无能的掌门冰封 如今穷华已非昔日穷华 亡我一心为门派学耻 妖界也衰弱到不堪一击 妖界之主 我厌烦了这一切 劝你不必躲藏出来受死 让我快快结束这场空虚 娘 您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姐姐遭破 灵力反噬而已 但是有人攻进来了 我派了龟邪去守入口 但我很担心 她会孤注一掷 娘 玄梦外围的法阵已经发动 能撑一时便试一试吧 到万不得已之时 我族宁可与人同归于尽 也不能让他们侵占此地 娘 我也去外面 我去阻止那些人 孟离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是 离儿 你去吧 可以的话 我不愿你去涉险 可是你身为幻冥界少主 这种时候即便是死了 也要挺身保护自己的子民 娘 您别说了 我都明白的 少主 请让西仲陪您一起去 不 你留下赵姑娘 万一 总之 让我先去 是